今次跟大家讲的话题就是讲糖 我曾经介绍过大家吃点糖 因为糖对我们身体不好 现在更加详细的资料 跟大家分享里面糖对我们身体的极大危害 所以我称这个文章叫做少女藏刀的糖杀手 我们现在逐一逐一讲一下她的罪状 因为太长了所以要分两个蝙蝠 今次先跟大家讲一部分 根据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我们简称FDA 它宣布每日糖分摄取量上限12.5茶匙 或者50克 一罐可可可乐糖分已经有39克 所以如果你喝两罐已经超标 你喝一罐再吃其他食物 是总数来说你的摄取量就过多 研究也证明摄取过多的糖是会增加慢性病的风险 饮食之中如果含有添加糖愈多 你就愈不健康 在2015年营养学评论的期刊 Nutrition Reviews刊登了一篇研究报告 这项研究检查了几十名学生 从1972年到2012年 这40年期间的健康情况 发现摄取添加糖的量愈高 饮食条件愈差 它的微量营养素的摄取也愈低 所以糖真的是一无是处 不过是给你微觉上一种的享受 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 究竟糖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有多重要 第一是让我们的脂肪在肚部位置团积在 根据研究食用24小时的果糖之内 身体内的三酸金油脂浓度就会上升 这个三酸金油脂是血液内脂肪沉积 是由肝脏制造 功能是修复和建造我们身体里组织的重要原料 但是当你涉入大量果糖的时候 肝脏就会做很多这些三酸金油脂 对身体来说 这个就是储藏在腹部脂肪的一个信息 有一项研究 令那些受肆的人分别喝葡萄糖和果糖的饮料 八个星期之后一组喝葡萄糖一组喝果糖 两组的体重都是增加相同 但是用果糖那组 它增加的体重是在腹部脂肪为主 变成肚腩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肝脏处理果糖的方式 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摄取高果糖玉米糖漿的大鼠 老鼠全数都弥患肥半征 结果就是说 任何有摄取果糖的动物都会变肥 第二个危机就令人不想动 很烂 根据伊利洛大学的一项研究 是追踪两组老鼠 两个半月时间 两组老鼠都是吃同等量的糖分和热量 不过其中一组是根据美国青少年的标准饮食相同 即是说添加糖占18% 另一组的糖就是葡萄糖 在实验期间 虽然果糖那组摄取的热量和糖分 都没有比葡萄糖那组多 但是增加身体脂肪就超过葡萄糖那组 其中的原因就是 果糖那组的老鼠 在笼里的活动行走距离 比葡萄糖那组少了20% 即是他们减低了活动量 即是人烂了 第三是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根据梅药医学中心 Myoclinic的研究人员指出 果糖无论是日常用的糖 或者是高果糖玉米糖漿的主要成品也好 很可能是导致糖尿病的头号原因 只要减少糖的摄取量 就能降低全球死于糖尿病的人数 第四个危机就是令人觉得容易忧屈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 他说如果你想保护你的大脑 最好吃少果糖 他和研究团队在实验中 观察一些脑部层受伤的老鼠 看看他们如何找新方法走出迷宫 他们发现如果喝高果糖玉米糖漿的大老鼠 是花了多30%的时间才找到出口 而一项更早的研究就发现 糖和脂肪的组合 是会改变大脑的化学作用 所以摄取高脂高糖饮食 和老人痴呆和忧屈症是有关联的 也就是说 吃糖是会令你变得笨 糖越吃得多 离患糖尿病风险越高 进而增加你离患忧屈症和老人痴呆的机率 而另一项的调查 就是调查1000个老人家 年岁普遍是79.5岁 他发现如果你摄取大量的单一碳水化合物的饮食 是会大幅度增加老人痴呆症的机率 他的研究刚刚开始 每一位的受试者都是正常的 接着在3.7年以内 有200位的受试者出现老人痴呆迹象 而摄取高碳饮食的受试者 他的心事衰退的风险是比较高 而如果摄取高脂或者高蛋白质的饮食受试者 他的心事衰退的风险是比较低的 以上这4点都可以告诉你 糖是一无是处的了 他还有很多罪状 当然另一个视频再继续为你介绍吧 我还不讲一遍 你解决的舞台 你解决你 你解决了 另一个媒体 对 你解决的事 不是 你解决了 有什么词 你解决的事 你解决你